大家好,我是孫敏喜,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四個字,兩大天險 先說說港股情況,今天市是反覆的 低開後跌過百多點,但疫曾經升過下 不過到尾段就開始再跌 跌幅幸好也不算多,最後跌60點,收26231點 成交縮了,剩下795億 今天市早段曾經升過下,多得是三種有 三種有上陽加上,石藥出來業績不錯股價 顯著做好,拉的市就上去 只不過本地經濟股還是弱弱的 包括恆生、地產股都是回軟的 其中這隻地產股新地跌2%開外 都是成為的市由中間一段升,變回跌的原因所在 好了,講回整個市的情況 記得上個星期三節目提到 標題說離底不遠 預測可能見到24,900左右 會見到短期底開始反彈 結果真的彈了,彈了4天,星期四開始就立即彈了 彈了4天,今天第4天 彈到上26231點 今天回軟回到60點 60點,接著後市是怎樣看的呢 初步估計,年升3天之後,今天第4天就回軟 可能的事情都開始要整顧一下,休息一下 原因可以從以下方面講 首先第一方面,就從消息面講 消息面,這幾天彈 可能跟一部分的利膽因素沒有再惡化有關 其中一個就是香港政局 香港政局,大家在上星期六日都比較緊張 結果出來,總算沒有再進一步惡化 說不上很好,但起碼沒有再進一步惡化 令大家稍稍鬆一口氣 支持本地經濟股一度反彈 見到新地,都是由低位連彈三天 今日才回 不過,剛才所說的,形勢沒有再惡化 不是甚麼轉好 沒有再惡化,彈了之後 初步都反映了好消息 所以今天就回軟了,見到新地 彈了三天之後 今天就回軟了,顯示 沒有再惡化消息之前支持的反彈 但彈完後又開始回軟了 這是第一個情況 第二個情況沒有再惡化 我可以說中美貿易戰 或者中美貿易談判 上星期,特朗普一度好像釋出善意 將部分貨幣的關稅退遲 實施,到今星期頭 華為本來禁令就完結了 即是寬限期90天就完結了 換言之,本來要再次禁令 但現在美國方面宣布 將寬限期進一步延遲 再給90天延遲 好樣,美國的企業、客戶都做好充足準備 換言之,有少少不說得很好 但起碼沒有進一步惡化 即是貿易戰的情況 大家覺得未來一兩個星期 應該都可以繼續維持這個狀態 支持科技股彈升 看到信譽彈得不錯 但都是那句,彈兩彈之後 始終並未完全好轉 只是沒有惡化的情況 彈兩彈可能又要休息一下 這個就是第二個消息面 和大家討論一下 第三個,當然要討論美國減息的情況 美國之前減息,現在市場估計 美國會進一步減息 即是九月份 而根據美國的利率期貨顯示 九月份減息的機會已經達到100% 有些說法,減25點子去到100% 這就是大家覺得減了九月 十月份,25點子100% 預期減50點子都有部分的百分比 最初是5% 現在已經達到10%至20% 有些人竟然估計 九月份的減息減到50點子 原因就是跟上星期 美國公佈的數據 是一般的有關 包括房屋數據一般的 以致消費者信心的數字 都是比市場預期 以致上個月來說 都是大幅弱了下來 令大家相信5美元儲局 可能會減息 減到50點子 25點子都是減低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支持整體金融市場 美股都是利好 但是利好之餘 彈完之後 大家可能會掉頭想 因為第一 今個星期中 聯署會公佈上次議息會議的紀錄 究竟這班人怎樣說 因為上次議息會議之後 主席鮑威爾說得不清不楚 說法是前後矛盾 也不知道他究竟想怎樣 所以大家給他的說法 叫做鷹派減息 減息本來是屬於甲 但他講的言論是鷹派減息 今次議息會議紀錄 究竟是談的時候怎樣談法 這給大家一個好一點的看法 更加掌握到聯署局究竟是怎樣 這是第一個 所以大家在這個紀錄出來之前 大家可能會緊張一點 之前一面倒看 減了多息 然後炒相現在可能會審慎一點 可能要做一些減遲的動作 或者減綁的動作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今天星期五 更加重要的是所謂的積信動的會議 星期五是爆了意會說話的 究竟他要怎樣說呢 大家都是平息正氣 等待究竟他要說些甚麼 這就是這種情況 與此同時除了剛才所說的 支持市場向好的因素 可能慢慢消化注意 另一方面其他因素 可能大家開始要小心一點 第一就是看人民幣的走勢 現在回到7.06 這是剛剛最新的數字 換言之接近之前的低位 形勢都是有少許牙煙的 因為這樣的走勢可能會觸動到特王寶神經 接著他就不知說了甚麼 這個大家要留意著 第二個就是看到 外圍股市 大後就開始有整固 都好像配合年代幾天要整固的勢頭 其中一個就是上證指數 今天去回軟跌3點 雖然不多 但是看到要出現十字星的走勢 今天出現十字星 而這十字星在前浪底 以至在五十天線之前出現 顯示好淡增持就開始激烈 換言之在2900點左右 大家開始拉腳 這可能促使上證有個回軟 即是急升之後的回調 以至港股都會出現這種情況 加上衡生指數越來越近 兩大天險 兩大天險的意思是甚麼 就是兩個很重要的阻力位 其中一個就是綠色箭嘴指著 前浪底的阻力 是26671 大概26700點左右 而記一下 這第一個是重要的 第二個就是紅色箭嘴指著 以至20千線的水平 紅色箭嘴指著是甚麼 就是6月5日當日做出的下跌裂口 介乎26500點至26900點之間 配合前浪底 就組成了兩大天險 估計在兩大天險之前 既然恒增指數有機會出現急升之後的整固 好了 時間關係今天分析 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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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